牛年春节消费火爆 商务部2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业销售额达到8210亿元人民币 较2020年和2019年分别增长28.7%和4.9% 北京王府井、三里屯和西丹等热门商圈的人流量均高于往常 北京SAP、国贸商场和王府中环等奢侈品购物中心内更是平线常队 在就地过年倡议的影响下 逛商场成了许多人过年期间最主要的活动 犒赏自己的心态和春节期间高涨的消费率 刺激了奢侈品消费的增长 即使是在高端客群属性较弱的王府井商圈 王府中环和银泰AIM 88两个购物中心内的多个奢侈品牌门店 也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 对于习惯春节期间前往海外旅游并购买奢侈品的人来说 疫情导致的出行限制 也让这部分奢侈品消费者回流 进一步推动了奢侈品消费的火热 除了北京 旺盛的奢侈品消费也在上海和海南出现 其中 上海市商务委于2月17日对外透露称 春节期间上海390家零售重点样 本企业实现销售额76.1亿元 其中港会恒隆广场等奢侈品购物中心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6倍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